就算脫掉暮熱的西裝外套 撐起陽傘阻擋烈日 不斷上升的氣溫 還是讓人難耐不堪 天氣熱道 連狗狗都忍不住往溪裡跳 因為20天號可是日本 今年最熱的一天 不但東京31度 從南到北日本全國各地 更有155處氣溫觀測所 測到30度以上的高溫 比桃恰雅雅拉麵火鍋沒人愛 透新涼的冰咖啡和中華涼麵 又要在本來還不太熱的5月 成為便利商店的熱銷商品 天氣爆熱水分流失迅速 九州福岡一所小學 就有35名小朋友 因為在太陽底下 進行運動會的預演 中暑身體不適 當中還有9人緊急送醫 所見並無大礙 日本氣象天預估 接下來日本即將進入盛夏期 打算赴日旅遊的民眾 在進行戶外活動時 千萬注意補充水分 以免中暑得不償失 記者 綜合報導 消毒 好了 好